嬴政推开宫门 映入眼帘的是两个正在玩耍的孩子 这两个孩子正是她的弟弟妹妹 叫什么呀 明儿瑞儿 先做好了 嬢儿傻了 竟一时半句话都说不出 这时赵姬也走了出来 嬴政让嬢儿把这剑给拿过来 嬢儿喘着粗气 双手发抖满头大汗 嬴政抽出秦王剑 不由地感叹嬢儿心灵手巧 竟做得如此相似 喜欢吗 喜欢 谁做的呀 以前只是听说 嬴政本还抱有一丝希望 直到今天是真的失锤了 他的确有一个假父存在 听闻 你是寡人的假父啊 嬢儿连忙请求恕罪 嬴政又转问赵姬 赵姬让人把孩子带走 说先王是嬴政的生父 吕不韦是嬴政的重父 没有什么假父之说 嬴政让嬢儿先滚出去 正儿如何来了 正儿来看望母后啊 我挺好的 知道了 嬴政为了探究赵姬和嬢儿的秘密 从进门起便让私人和事女们待在原地 不准任何人前往通宝 嬢儿慌慌张张跑了出来 他已经深深地明白 今天他和嬴政只有一个人能活 他问心腹赵姬敢不敢跟着他干一件大事 赵姬当即表态自己能为嬢儿赴汤蹈火 当嬢儿说出要杀了嬴政的时候 赵姬彻底傻了 这可是诸九族的大罪 但富贵显中求 谁能抵得住金钱和权力的诱惑 此事一旦做成 赵姬就是王侯或者丞相了 他调来五百禁军包围甘泉宫 只待嬴政一出大殿 便让他死无全尸 燃机灵的侍女小颜 似乎察觉了周围的反常 便趁给嬴政行礼的时候使了个眼色 嬴政和其敏锐 他又折返进房门 让赵姬跟自己一起观赏院中的桂花 他紧紧地拉着赵姬 烙矮见状果然不敢再动手 直至嬴政走出了甘泉宫 狼官们列队相接 他放开了赵姬的手 正儿先告退了 正儿 待你行过惯离之后 你就是成人了 大秦的果实全交给你 我带烙矮和孩子去庸城 不让你看了心烦 嬴政挣脱赵姬的双手 此时还是以后再说吧 赵姬怒火中烧 他从来都没想到过 烙矮竟然敢对嬴政动手 若非正儿极致 拉我出宫同行 你岂不是一将我而斩杀 你竟敢是王 谁给你的打 他郑重地告知烙矮 嬴政是他的儿子 若谁敢对嬴政不利 自己定会将他置于死地 现在的秦国可谓是内忧外患 因为烙矮已开始暗中 联络赵国与自己理应外合 李牧赵级将帅 他们不可错失秦国大乱的良机 他令后军主将秘密运送 三十万大军的两月口粮至秦赵边境 令妃齐将军率领 两万铁骑埋伏到边境的峡谷之中 他将亲率三十万大军随后赶到 郑已经准备收网了 只是他不知道自己手中没有虎符和王喜 蒙武会不会听从自己的调解 大王放心 蒙家是死小明大王 他又让王婉留意百官 把烙矮吕不为的人跟自己的人搞清楚 并让李思传另在桓以麾下的理性 让他留意军中的一举一动 另立赵桓以王俭入宫 烙矮开始对赵姬试探 说先孝文王和庄香王分别只当了三天和三年的秦王 眼看嬴政就要亲政 万一他有个万一 我想离我们俩的孩子 赵姬没有多说什么 都是他的孩子 他也不知该如何抉择 盈宇已经为烙矮联络好了赵寒卫三国 只要烙矮一声令下 他们便陈兵秦境将咸阳附近的秦军主力悉数引出 但赵姬还没有答应 烙矮的心中还是有些犹豫 既然他还不敢反 那么嬴政就再给他送上一副猛药 不由得他不反 我们要听说 昨天都要是